福州、厦门、泉州 同属福建沿海发达城市 未来随着竞争力会更强 截至目前 厦门的知名度和成见水平 要超过福州 而泉州的工业更发达 如果按照GDP衡量 泉州应该排在第一位 但是考虑到厦门的人口比较少 如果刷上人均收入 厦门又成了第一 你们说到底哪个城市才更牛呢 所以如果仅从GDP的单一生产指标来看 我们无法衡量出一个城市的具体现状 以及未来的前景 其中还涉及到城市的居住体验 居民的幸福指数 工业的发达程度等多个维度 今天我们就来比一比 看看到底哪座城市在未来更具竞争力 从刚才的数据可以得出 目前三座城市的人口 和他们的GDP成正比 泉州不但是福建的经济第一层 也是福建人口最多的城市 人口多也意味着好发展 因为劳动力的资源会更丰富 比较适合发展 对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劳动密集性产业 所以泉州自改革开放以来 在轻工业上一直领跑全省 但是泉州也有它的缺点 比如该地区缺乏高精尖产业 当地的城市建设 也是被人吐槽最多的地方 泉州的市中心位于中山路 与东西街的交叉口 也是泉州最繁华的地方 在80年代 这里就有一座钟楼 当时这里还有泉市最高档的泉州饭店 和泉州百货 然而40多年过去了 这里看上去几乎就和几十年前一样 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你说泉州是因为没有前建高楼 那排在泉州后面的一大堆城市 都得羞愧而亡 它的核心原因在于 泉州将这里定义为工业级城市 对炒房的现象打击得非常强烈 甚至有明文规定 不得为炒房客提供房源 包括网络平台 再加上泉州在1985年正式升格为了地级市 静江 石狮 南安 还有周边的惠安 安西 德化 永春等周边城市 都被纳入到了泉州的广辖范围 现在泉州市的平原面积 是全福建省内最大的城市 这也是泉州房价比较便宜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厦门是福建省内土地面积最小的城市 只有1700多平方公里 其中商地的面积还占到了泉市的将近一半 大约还剩下800多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 这里居住着全市528万人口 也意味着厦门的人口密度和房价 都要远远高于福州 泉州两座城市 2022年11月 厦门房价达到了52,855元 很多新楼盘的价格甚至飙到了6到7万元 房价排名仅次于北京 上海 深圳 以至于近些年来 吹捧厦门的旅游变得越来越多 比如地理位置出色 气候舒适 分井宜人 又是计划搭列市 副省集城市等等的 一大堆头衔 然而 纵观厦门的地形 境内的水源地 主要集中在同安区的东西和西西两条小溪 在1999年以前 厦门的开放度还不高 人口只有100多万 两条小溪加起来还算是勉强够用 但是到了现在 厦门的人口增长近5倍 其中还有200多万人都集中在厦门岛内 要知道这里周围最多的就是海水 附近最好的水源地是在40多公里外的 漳州九龙江 通过饮水工程在引入厦门境内 在2020年 厦门还从漳州的龙金溪水库饮水 注入榜头10兜的水库群 如果我们假设未来的厦门人口增加到800万 甚至是1000万人 那么厦门的淡水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中关厦门周边的4处水源地 已经基本开放完毕 全州的水要供给当地的工业 还要供给金门来分给厦门的可能性不大 未来厦门可能需要像深圳一样 在岛内成立海水氮化中心 来解决当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而土地和水资源的匮乏 也意味着厦门更适合发展高精尖产业 未来的厦门只有发展出像深圳的华为 大江比亚迪那样的国际型公司 才是真正的崛起 如果光靠房地产和旅游业 那么厦门最多就是个花园城市 福州和以上的两座城市相比 就显得比较中庸 它的全域面积达到了11968平方公里 是三座城市中最大的 当时这里的主城区只集中在 古楼、台江、静阳、沧桑和马尾一带 这五个区全部加起来的面积 只有1076平方公里 还没有厦门大 为了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 福州从2017年开始 将周边的长乐县改设为区 开始向海边发展 而长乐的全域面积为658平方公里 这两个地方全部加起来 也只和厦门的地界差不多 虽然福州的地理格局也非常有限 不过从有史记载的5000多年以来 福州都是福建的首府和政治中心 根本的原因在于 这里有发源于福建省五一山脉最大的河流 闽江从城中穿城而过 南部有泉州德化县境内 流露的大张席到此交汇 这样的地形在古代既方便农业灌溉 也适合水陆运输 是福建省内水土最肥沃的地区 自从19大开办以来 福建省就提出了强省会中心的战略 要求到2025年 福州地区的生产种植达到1.7万亿元以上 长租人口超过1000万人 科技研发经费的投入 年均增长超过20%以上 并且进入全国标杆型城市行列 带动周边的城市一体化发展 除此之外 福州还要起到建设台胞台起 登陆大陆的第一家园 当从政策的扶持力来看 福州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座城市 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不仅是国内 全世界的网友都会知道 福建的省会是福州 而不是厦门 好了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 你们更喜欢哪座城市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